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寒 然后对很开心夏花现在在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夏花从昨天开播我们收到很多特别热烈的反馈 也提前搜集了一波追剧额的问题 就希望大家能够直播翻牌满足一下好奇心 第一个问题来了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前面三季其实有很多的名场面 有人喜欢你们两个人之间这种朦胧的情感互动 也有人喜欢就聚集清线的画面 那你们两位自己心中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就来描述一下印象深刻的场景 挺多的啊 在这边真的要谢谢就是若寒啊 我觉得他在这个角色里面 他其实帮了帮了我很多 所以就就有很多很棒的回忆跟场面 若寒呢 若寒的印象深刻的场面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续剧情啊 因为我们两个人最后其实是他有带我去他的家乡 然后我们有一个枪组搭婚 那个真的很好看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要追下去哦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就是等于说是新婚的那种婚礼 对你穿那个衣服很好看 对其实我们对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感觉就有一种就很自豪哇枪组真的好美 而且那个场面超大的对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想象 那旁边大家就算了我们在走那个阶梯走到就因为因为会一直拍嘛 他们要很多不同的角度 然后真的就是走到腿都快断了 嗯 这个衣服特别好看是吧 那个是对对 然后主要是他穿很好看对 好期待啊 谢谢 那第一集就是大家刚上线的时候就是洗头可能是因为是第一幕嘛 大家的印象还挺深的 嗯 然后两位能不能谈一下就是拍那场洗头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Gerr是第一次帮肉汉洗头吗 对对第一次帮女生洗头 然后一开始还蛮紧张因为很怕很怕就是弄痛他 然后中间还发生一个蛮蛮好笑的差距 然后对肉汉也超不好意思就是湿的时候那个水都是温的 然后这次开拍的时候呢 他突然水就变冷水 然后我当下其实我很想要就是想说那我要不要停 然后让我们就是把那个水调 但我当下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可他都湿了 要不要就湿这一次不然你如果再重拍他湿这一次可能又要把头发吹干 然后比如说再拍一次他更辛苦 所以我那个当下其实我就是对你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关系呀 嗯 对其实我也是因为他其实在拍这个戏之前其实是有那个专门的理发师就洗头的人教 他就一直在学 然后到开拍导演喊说就是哎过来了这样战光啊或者站位啊他还在这儿学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他好认真啊这种感觉 所以洗头是有什么小技巧的吗 要怎么洗的好看又舒适 介绍一下Tony的技巧 我觉得就是会想要让对方舒服 因为因为他他他他教的就是说怎么样比如说按摩啊怎么样让那个被洗头的人感受到就是放松 所以在当下我觉得我有那种那种心情就是会想要会想要会想要揣摩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女生感觉那个按摩的感觉是好 嗯 是这样子嗯 嗯那我们看到就其实在肖寒和何冉之间情感他升温还是蛮快的就是有很多甜蜜唯美的吻戏嘛 你们拍摄的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花絮的小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有没有NG啊或者说你们自己拍的时候也能够跟随着角色一起感受到心动 其实我其实有一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坐在呃应该算我家吧然后创台 然后我们在等在等那个可能在等他们现场准备什么然后他就拿耳机给我听 然后我就就觉得那时候其实挺挺心动的然后后来在拍那